Icy 梦想家 idea 是越来越丰富 但是最害怕的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繁琐 而且呢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希望可以加速成功 需要人来帮忙的在退 在背后呢稍微的来推把 同时来帮助他们到底要如何办到呢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边 如果你今天本身是新创朋友的话 这一集对你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了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站在我旁边的呢 特别就是鸿海专利扶植新创计划专家 好带大家了解一下 同时也是鸿海精密工业的中央治权总处处长林中益处长 处长你好 你好 处长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个扶植新创计划 大家听扶植新创计划它到底整个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可以带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好那其实鸿海它在这一块呢是说 我们鸿海已经有大概是全国前几名的专利量 那在这么多专利的情况下 那鸿海又成长了四十几年 那这些情况下我们会考虑到说 那台湾的新创 他们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相关自权的问题 那我们董事长呢他认为说 帮助新创就是帮助鸿海就是帮助台湾 那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下 我们就是考虑到说 我们要怎么帮 因为专利它是一个法律的文件 它是一些有背后 其实是有国家保护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想要帮并不是这么就这么直接说 那我就把我的专利全部都给你用 也不给你算钱 而且专利背后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就是考虑到说 我们要帮的对象 我们要把他定义出来 我们要帮的东西 我们把他定义出来 我们帮了之后 后续怎么样去除了技术之外 其他的财务会计 税法 还有跨国的管理这些经验 我们也都会慢慢的去 带入给这些新创公司 所以他其实是不是有点像是一种一条龙的服务 就是说呢 其实很多新创公司在这一个领域 在这部分 他们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情况之下 我们自己鸿海的专业团队 我们在背后 我们可以扶持他们 帮助他们 对不对 欸可是 我也很好奇耶 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呢 其实应该先回到我们鸿海对专利 它本身的看法来看 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专利就是等于保护 其实那个 这个这样子的 等号呢 划得太快了 专利是保护没错 但是那是国家的事情 国家去保护一个人 你愿意把你的想法奉献出来 给大家知道 我国家保护你 不让别人去抄你的东西 这样子大家才会更乐于分享 专利它这个字 pattern它原本的起源 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文件的意思 公开让别人检阅的意思 所以在这情况下变成说 如果我把我的传家之宝 就这样很大方的贡献出来 那对我的未来的营兽而言 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一定会 因为我一讲出来 大家就可能想copy啊 所以就是所谓的 说出来不值半毛钱 那种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的确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idea 那有一些传家秘方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如果就把它 都很这么大方的把它贡献出来 那其实就 大家都会舍不得 所以国家用专利的制度去保护你 所以它保护你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要达到 整个社会的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对那可是那对 那我们回到它的本身来看的话 那其实专利它既然本质 就是要分享技术 鸿海有这么多的技术可以分享出来 那为什么不做得更彻底一点 所以我们参考到之前 NASA它曾经提过类似的计划 去福祉新装 我们看到 Toyota 我们看到特斯拉 它们都有类似的计划 那我们呢就是在台湾 我们是第一个 愿意把自己的一千多件 目前应该已经接近一千六百件的专利 一千六百件 那这些一千六百件 一件专利的成本 其实大概接近十万 所以一千六百件就是那么多的钱 我们就这样免费的去 授权给我们认可的一些新创公司 天啊我现在 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开 那是什么新创老板 但我今天天天非常心动 想要特别应用这个资源 自己开公司了 好其实刚刚我们处长讲的非常好 因为其实像很多一般人 门外汉啊 或者是我本身并没有加入新创 或者是说我可能没有开公司 在我们印象中可能觉得 专利可能就是在保护我们的一个技术 或者是我们研发出来的一个 对像是一个技术 或者是一个invention 对不对 但它其实可能是以国家的 为了要保护我们自己国家企业 他们所研发出来的技术 我们保护 不让它被其他的国家 或是其他的企业呢 把它给抢走 但是其实实质来说 它比较像是一个分享 对不对 因为就像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那我把它藏着 我不跟大家讲 我不申请专利 我把它藏起来 那别人如果透过类似 透过逆向工程 或者说他们也想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技术 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去 对他做任何的主张 因为他并不是 真的不是超你的 但如果你现在已经公开出来说 这是我的专利 他就算即使自己是自己想出来 那仍然中间仍然有可能会有专利的纠纷 这个时候反而你是可以从他那里 再做一个交互授权之类的动作 讲出来对你的保护效果反而比较好 你不讲出来 那别人如果做出来一样的 你就什么话也没办法讲 所以有可能说 这个老王他有一个独门的辣酱秘方 老陈他有一个辣酱秘方 两边吃起来怎么很像 他们自己发明的 你不能说什么 但如果老王他已经把这个注册成一个 配方注册成一个 一个专利的话 那其实全世界人都可以用 没错 但是全世界人如果有人要用这个 这个秘方 这个配方来去盈利 那这个时候老王他当然就可以去主张 就可以去提告 就可以说他侵权 所以这个是透过国家的力量 去保护你愿意分享的这个精神 而且就全世界才会 大家才会 整个社会才会跟得起来 因为你有这么好吃的辣酱 他可以基于你这么好吃的辣酱 再加一点调味料 变出更好吃的辣酱 但如果你都不把这个基本的知识分享出来 大家就只会研发出 比你还要差一点辣酱 那永远都吃不到更好吃的 所以愿意分享出来 这才是对整个社会才会有一个好处 所以刚刚处长 其实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在进一步的跟大家来 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所以说专利其实这背后 他其实有他复杂的因果关系 但我们怎么样 在快速时间之间的了解 不过我们回到刚刚讲 好我们现在就是专利 他其实就是一种分享 但是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子 一个扶植新创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计划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整个过程 哪一些新创是你们的target 或者是说哪一些新创会特别需要红海呢 我们会认为说 台湾 我们就只先看台湾 以台湾来看的话 台湾其实大家都专注是比较偏向技术的 当然也有蛮多的是属于 特别工艺型的新创 那有一些是专注于商业形式的一个来变 例如说可能他没有新的技术 但他透过不一样的行销手法 一样是赚到很多的钱 那这个是那一种形式的新创 我们比较强调的是技术类的 科学技术类 那我们会特别优先去考虑跟红海的三加三有关的 那我们三加三就是三个核心技术 加上三个未来产业 AI 5G半导体 然后EV机器人跟数位健康 这些东西会是我们红海目前比较 希望能够看到的一些台湾新创 所以那目前现在已经有个案 或者是有案例出来了吗 我们3月15号这个案子才正式启动 这个计划才启动到现在差不多刚好三个月 那目前一家已经签约完成 那大概有两家正在签约中 那有几家也是陆陆续续都在跟我们做接洽 因为这个其实授权并不是说 我要授权 那你要授权什么 你也搞不清楚 就一定要来授权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合作的模式 所以马来师会希望这些新创 他确定我们红海哪些技术是你能用的 哪些技术是刚好能帮上你的忙的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 因为毕竟新创它是一个独立法人 红海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比你老 然后一业也比你大我们就怎么样 大家是对等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签一个对等的合约 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合作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的话 我也非常好奇 就是说这样子听起来 因为这彼此之间一定要有很多的一些审核 所以他这样子来讲 门槛会不会其实也蛮高的 我个人认为没有很高 因为我们毕竟站在一个扶持的立场 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他的想法 他甚至他产品可能还只是一个 隐隐约约的一个雏形 他可能想要透过借由授权鸿海专利之后 因为专利有一个特性 叫做据以实施 我们你的专利的文件上面的 要清楚的揭露到说 具有一般知识的人 看了你的专利文件 他可以照着做出来 那如果有一家新创 他有一些想法 他也想要做出某些东西 他不知道怎么做 他透过红海专利把它做出来 那当然很好啊 那当然就是也发挥专利的价值 但在这个之前 变成说这个新创可能是只有 我想做什么 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那当然也不会有营业额 也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在这情况下 可能 大家会觉得这新创好像 不会成功 但这并不会是我们考量 我们考量反而是 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红海能够怎么帮你 那我们就帮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 现在真的新创公司越来越多 但是很多新创他们最后 本来想法很好 但做不起来 我觉得背后可能 不是说他们的想的不够好 而是他的整个process过程 他们不是那么的了解 没有人在背后知道 所以刚刚我们处长 也非常简单的先跟大家 让大家稍微再做进一步的解释说 其实专利 它到底是属于保护还是分享 都是 但是不过我们今天特别讲到 就是说 刘董事长也非常希望说 可以利用我们红海已经既有的 您说一千六百多件的专利 对吧 我们希望也可以透过这些专利呢 帮助一些台湾的 我们只有针对台湾的新创公司 目前我们是以台湾的优先 以台湾为优先 所以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这些新创公司 让他发扬光大 以专利分享研发出更多的技术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聊到这边 但是一定大家还是有很多的问号 很多的内容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的处长 有讲到免费两个字 非常的新语言 什么是免费呢 而且免费时间点是一辈子吗 还有这整个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details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IC梦想家 待会儿一一帮所有的新创者呢 慢慢的来解答 IC梦想家 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 下期间